第二道 紅標主題 歡迎邱寶郎師傅 來 好啦 第二道 環我本色 帶來的菜名邱寶郎 請報告 雙灰啊 這有半生品是不是 沒有 沒有 這個是牛奶 因為雞胸大家會覺得比較柴 我想說用牛奶下去煮 讓它保有本身的甜度 待會兒會做三種口味 像待會兒用松露 把它粘在 裹在外面的 三種口味 一種是七味辣椒粉跟檸檬皮 一個是松露跟烏魚籽 這是檸檬皮 對 檸檬皮 那有清爽的 有重口味的 這個是 這是烏魚籽以及松露 然後這七味辣椒粉 這重口味的 還有蒜酥以及巴塞 然後有三種口味 鳳凰展翅 喜霜 飛 飛 計時開始 月跪月 然後白胡椒粒 再來鹽巴 讓它帶一點口味 讓它速度快一點 我們把它切成 對切 它臉的肉就會黃黃的 這一鍋只要這樣 一片葉子就夠了 原則上 不要搶味 可是它味道很淡 它味葉的味道滿明顯的 算明顯 味道明顯沒 你放豆腐煮的味道會苦 紅酒燉牛肉要放幾片 一片 兩片 看你的容量 好 來 這個是蒜酥 大概兩片 你們加了蒜酥跟巴塞 巴塞 還有這個是台式的辣椒粉 這比較重口味的 台式辣椒粉 台式跟韓式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台灣的 一個韓國的 台灣比較辣 辣椒的品種不同 對 這個是松露加上 硅脂 然後拿這個黑的鹽 還有黑胡椒 真的三種 這個是七味辣椒粉 以及檸檬皮 好 我想要吃這個 然後一樣鹽巴 首先弄兩分鐘 加一點胡椒 好快 好 來這邊的部分 麵粉 金針菇 這一般的中間麵粉 加一點點鹽巴 這油味還可以吧 可以 漂亮 好像自己妳弄的一樣 對 我維持的 維持 對 那麻煩妳幫我拌麵好嗎 謝謝 好期待 全蛋 這算是炒到乾就可以了對不對 它是水煮蛋再把它切碎 這水煮蛋用那個塞網 把它壓過去 就比較方便 把塞網把它塞過去 塞過去 對 幫我夾起來就行 妳不用綠油 來 妳先來 妳去弄妳 大薯 再喝一分喔 胸醬處理 然後跟一些調味的 它感覺很像 可以減脂的時候吃 對 當然 因為它是沒有油脂 不油脂 對 就開始 真想不到竟然會來不及喔 看你會 切得有一點厚 這個雞胸非常好吃 所以說我們就是 讓它燜久一點 一旦的糖在鹹醬 它早熟了 我其實就覺得 我只希望它熟 而且幾乎懷疑它太熟 哇 好漂亮 它這排一排 好漂亮 日式做法 好漂亮喔 哇 雖然是雞肉蛋 為什麼有種在海裡的感覺 對 有一點那種 海底世界 海底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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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漂亮 完成 所以有物語質嗎 太小了對不對 那我要這個 不要 裝入味道嗎 沒問題 香氣肯定是OK 它很辣 口感是不是很厚實 紮實了一點 很紮實 但很像 有點炸雞排感 對 炸雞排的感覺 炸雞排的感覺 然後是松露跟物語質口味 炸雞排 有的炸雞排炸得很juicy 非常舒服 沒吃過這樣的口味 好吃 是好吃的 雞胃粉跟檸檬的很好吃 所以檸檬的會有一種 清香感 然後那個辣的 刺激度一直在舌尖 非常好 它這個就好吃了 好重口味 最後那一個 物語質好吃 物語質 對 物語質好吃 滿好 掌聲鼓勵